大家好,我是加勒美出国的老家梅子 今天是2023年的4月3号 2023年,我们中国的关于招收华侨港澳台的学生简章已经发布了 那么这个简章其实是在今年1月份就发布了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再来把华侨生和港澳生的基本要求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 实际上小孩拥有小孩和父母 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三类 华侨生和港澳生通称为华侨生 那然后如果您孩子拥有外国国籍 那么他可以以国籍生的形式来申请中国的大学 好,那我们就分两个部分来讲 首先我们讲一讲华侨生和港澳生 这两个里面的港澳生 什么是港澳生 也就是说你的父母的一方 即孩子拥有香港的永久居民身份 或者是香港的公民 那么就孩子可以以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在香港完成了他的高中学习 并且怎么样呢 就是说父母一方必须要陪同 要么呢就是在你的这个国家居住不少于三十个月 要么呢就是在这个国家连续有五年的合法居留资格 那也就是说 这个不行 重新来啊 香港这个部分 必须申请人一方和自己的子女和小孩 一定要有香港的永久居民身份 那怎样有香港的居民身份 那就是我们通过 无论大人在香港留学以后获得工作签证 还是这叫毕业留港签证吧 对吧 还是优才签证 专才签证 高才签证 通通都是七年的工作签证时间之后 再来评估您是否可以获得香港的PR 也就是永久居民 孩子和大人全部都要有七年的时间的一个审核期 它跟其他的国家地区不同 每个人是单独的PR审理时间 其中七年的居住时间是一个硬性要求 这七年的主要居住时间 你要在香港 好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想说一下 我们很多的同行在讲 跟客户在讲 说 你现在申请一个优才专才什么各种签证 就直接可以按港澳生的名义来申请华侨生了 我不知道这是哪里讲的 就是不断的还有朋友在这样去想 天上就是没有掉姓名那个事情 香港就是不行 澳门也没有移民政策 所以这两个地方我们只有拿到永久居民 才可以以港澳生的名义来申请 这是有资格 那么同时还要满足 在这个香港 大人陪小孩完成高中毕业 并且停留期不少于30个月 所以那最好就是从高一 高一高二高三 对吧 三年的时间在香港完成你的高中毕业 这是港澳生 大家清楚了吧 好 那华侨生里面的另外一块 就是拥有外国的长期居留身份 或者是PR身份的 因为港澳属于中国嘛 所以他单独拎出来说 那有哪些呢 比如说像一些马兰西亚的小绿卡 还有菲律宾的微笑计划 以及泰国的金银签证 这些是属于 还有韩国的F2签证 这些是属于长期居留签证 日本 当然也包括日本的金银管理签证 也是属于的 好 那PR基本上有哪些呢 PR就主要是以欧洲的移民产品为主 比如说 现在在售的葡萄牙移民产品 黄金拘留 马尔他黄金拘留 菲律宾 马尔他的永居 菲律宾的黄金 希腊的黄金拘留 塞浦路斯的黄金拘留 西班牙的黄金拘留 这些因为法案还在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绿卡 就是绿卡项目 永居项目都可以申请 都可以申请这个 在华侠生里面 就符合这个PR这个情况 这是满足条件一 满足条件二 还是刚才和港澳生一样的 就是父母其中 有一方要陪同子女 在这个获得长期拘留 签证或者是 绿卡的国家 要一起陪同他30个月 仍然是 并且要完成高中的毕业 完成了高中的学业 才能够来参加华侠生的报考 好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说 2023年的这个报考时间 是已经结束了 3月1号到3月31号 如果是港澳生 可以在线上报名 如果是 就是这种小绿卡 或者是永久居民呢 那就是在线下 必须要线下报名 那就是得回一趟中国 对吧 那具体的怎么报名 就按照这个流程去走 审核学历 审核你是否具备华侠生的资格 然后参加考试 有理科 有文科 两个部分 理科呢 就是考中文数学 英语 化学 物理 文科呢 就是考中文数学 英语 历史 地理 好 那基本就是这些情况了 然后考完以后 6月中旬 公布成绩以后 6月下旬 填报自愿 那么 这里面最好的一点 就是说 无论你有没有学校 可以录取 最终像基兰大学 这样的好的大学 仍然是 一定是 可以去 可以去 有数可读的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不用担心 唯一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是 就是很多 很多朋友 他们把香港的优裁 专裁 高裁 签证 认为 就是直接一步到位的 香港永久居民 这是大大 大错特错 目前来看 目前是没可能 未来改不改政策 改政策才可能 看起来是 没可能改政策 这就是香港 目前的一个状况 就是 如果想要香港身份 就得住 然后7年以后 才知道有没有PR 所以 这个就要看您的时间成本 您的工作需要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 您和孩子 有没有这个时间 能够在香港 前多少年 就完成 他的学业 然后 那其实在香港 如果说你真的是 住顺了 都7年了 那还参加 华夏生干什么呢 就在香港读大学 就好了呀 他学费也比 7年我们拿到PR 那么学费也比 也比 也比在 也比出国留学 或者说 香港教育也是非常好 大学教育 他总共是有 4所大学吧 好像是 对吧 香港中文大学呀 等等 然后再就是 关于国际生 国际生也就是说 大人和 就是说 其实就不看大人了 就是子女 他如果有外国的护照 那么他可以 以外国人的名义 来报考中国的 申请中国的大学 就像我们去申请 美国加拿大 澳洲的大学 以英国大学一样 对吧 要考一个 中文的考试 然后提供我们的高中成绩 然后就可以去报名了 很多学校学费是免的 住宿也是免的 但是未来 在未来在您的小孩 到那个年龄的时候 不知道免不免 然后具体是什么样一个政策 也要看到时候的一个 一个条件 但是目前来看 外国人在中国读书 就是非常简单 但是对于我们父母 是中国人的外国子女来讲 既然你要以国际生的名义 来就读中国的大学 那么就意味着 你不能是中国人 因为无论你那个国家 拿到护照那个国家 他认不认双重国籍 中国目前来看 还是只认一国国籍的 所以要以国际生的名义 来报考中国的大学 就要一定要放弃 提前放弃中国国籍 所以这又是一个问题 好的 那么关于华校生里面的 两个情况 就是长期绿卡 长期的这种小绿卡 就是长期居留签证 和绿卡 这是一种申请人 再一种申请人 就是港澳生 这是关于华校生的部分 两个部分 一个是要有身份 要有小绿卡的身份 或者是真正PR的身份 这样才可以去 作为华校生进行申请 这其中我们尤其要注意 港澳生 是一定要拿到永久PR 才能算港澳生的 这一点是尤其大家要注意的 那么 那么第二个 第二个类别就是 国际生 刚刚我们也讲了 什么是国际生 那么国际生 他和华校生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但是如果您 到了那个节点 你的孩子 需要 需要以国际生的名义 来中国读书 那么到时候 关于国籍的方面 是否要放弃 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其他的问题 我认为就非常简单了 因为既然我们如果说 从小有汉语的基础 所以以国际生的名义 来考 来考汉语的能力考试 这肯定就不是个问题 好的 有更多咨询 关于华校生 也欢迎您 联系我们家的美出国 客服微信 18186129682 18186129682 成为专业的海外融入 国际服务商 是我们公司的企业愿景 谢谢收看 再见